听了索隆的《无神论》发言 乔巴立即被他圈粉 惊呼摔爆了 那没很无语 怎么船上竟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浑世魔王 要是遭天谴了 千万别殃及他呀 索隆这样出发 罗宾望着千年遗迹 燃起了考古之魂 也要跟着去 那没听罗宾说遗迹里 说不定有古董灵气 立即就不怕什么神啊天谴的了 也加入了探索队伍 三人砍断树上的藤蔓 学着人人泰山 荡到了湖岸上去 乔巴独自留守在船上 一边为同伴的安眉担心 一边打算好好修一修船 这时 他望着空空荡荡的梅丽号 还有狐狸虎视眈眈的空纱群 猛得一惊 原来他才是最危险的人呢 乔巴吓得坐立不安 便开始修船转移注意力 结果因为太紧张 失手将锤子掉到了阶梯口 另一边 陆飞三人乘着乌鸦玩号 一路上奏扁了无数吸血脉 终于来到了试炼的入口处 石像上的四个入口分别写着 找之试炼 铁之试炼 绳之试炼 和囚之试炼 看来神还挺人性化的 搞了四种试炼 让他们任意选择 想起陆飞遭遇的种种陷阱 不过是开胃小菜 乌索普就对眼前的试炼越发恐惧 暗处的四位神官已经迫不及待了 陆飞随手一指 选了他觉得最有趣的囚之试炼 经过一段漆黑的山洞隧道后 乌鸦玩号一头从瀑布上摔落 掉进了下方的云枝运河中 半空中 漂浮着数不清的纯白云球 陆飞和乌索普 见似乎没有什么危险 便放下了警惕 吃着仙背 开手而抛球 结果 云球里忽然钻出一条毒蛇 幸亏陆飞反应快将其踢走 大家以为云球是蛇窝 眼看一个大云球飘来 山智赶紧一脚上去 打算将其踢飞 不料他刚一碰 那个大云球竟然猛地爆炸了 这时 一名胖撑球的神官沙德利 乐呵呵地现身 说 球之试炼的考验 就是这些吓一跳云 每个云球里 都有不同的惊喜 玩不死你 也能吓死你 陆飞心急找到纳美 没关腹 跟这家伙抹嘴皮子 他抡拳就要打过去 沙德利却似乎提前预料到了 他的动作 脚轻松躲开了 还伸手将陆飞狠狠轰飞出去 山智怒气冲冲地踢向沙德利 对方如法炮制 又轻松打倒了山智和无所苦 沙德利苦求掌握的新网 能够洞察别人的动作 而他手中的冲击背 总能吸收外界的冲击 再将其释放出去攻击别人 这就是空岛独特的战斗体系 趁着陆飞三人躺在地上 沙德利神官一脚油门下去 将乌鸦晚号放跑了 一旦失去背传 陆飞三人就无法前往 国际品级谈救人 这就是沙德利给他们设下的考验 陆飞三人的时间有限 一旦失败 就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陆飞让山智和无所苦 赶紧去追乌鸦晚号 他负责拖住沙德利 争取将其打倒 无奈 新网的能力太过变态 不仅能预料陆飞的动作 甚至还能读懂陆飞的心声 不管陆飞如何出招 直来直去的重拳 还是左右奉原的辽英腿 沙德利都准确无误地预料到了 放倒了陆飞后 沙德利又去追击山智和乌索普 乌索普眼力好 山智脚力好 然而正在配合着追乌鸦晚号 沙德利忽然将一个云球踢向山智 来了一招声东击西的抬球打法 乌索普险些遭殃 多亏他的运气够好 这个吓一跳球里是无害的鲜花 陆飞好不容易从树里拔出了脑袋 朝沙德利打出了愤怒的橡胶机关枪 结果人没打到 先打飞了许多吓一跳球 一场充满惊喜的灾难开始了 下一跳球里真是什么都有 飞镖暗器强弄火箭 甚至还有爱打人的愤怒小鸟 陆飞三人被折腾得够呛 乌索普见陆飞学人员泰山 灵机一动 掏出了他的新发明 乌索普啊啊啊 乌索普从腰带上射出钩绳挂在树上 凹的一嗓子荡了过去 眼看就要碰到乌鸦晚号时 他却死活剪不开绳子 又凹的一嗓子荡了回去 陆飞玩得还挺兴气 山智商议者虽然联手去打倒沙德利 对方忽然从天而降 一招排云掌打得山智吐血倒地 与此同时 纳梅一行人已经深入了茂密森林之中 一名神秘的小女孩 偷偷溜进树洞挖巴斯 纳梅一眼晃过去 他以为是被吓跑的猴子便没有在意 另一边 乔八壮着胆子去捡锤子 果然遭遇了空杀的邪击 他吓得魂不附体 回到船上时 望见了纳梅挂在墙上的公用哨子 只要吹一声哨子 天空骑士甘福尔就会前来救他 乔八将哨子挂在脖子上当护身符 立即感觉浑身充满了胆气 就在这时 一位骑着飞鸟的神官羞罗 忽然赶来准备杀掉祭匹 乔八吓得猛吹哨子 远方的偏僻之地 甘福尔已经将科尼斯和派格亚妇女 藏进了自己家保护 甘福尔躲在爱尼路的新王笼罩不到的地方 闲下之遇 他便从天空骑士变成了农民 在自己开垦的一亩三分地里中南瓜 甘福尔对妇女二人说 草帽一伙在青海其实是海贼 他之所以知道 是因为在二十多年前 他结识过一个豪爽的海贼 所以他并不单纯地认为海贼都是坏人 甘福尔回忆起空岛的历史 在数百年前 圣地阿帕亚多诞生之时 从岛上传来的美妙歌声 传遍了整个空岛 俗称为游击队的山地亚一族 和空之民 常年不断的战争由此开始 那歌声就仿佛开战的信号 所以人们相信 只要歌声再次响起 这场漫长的战争就会结束 甘福尔还在神的位置上时 一直在为了谋求和平而努力 就在空之民和山地亚一族即将和解时 爱尼路却突然出现 夺取了神位 让和平化为了泡影 甘福尔正聊得起劲 他的坐骑皮耶尔忽然听到哨声惊醒 甘福尔一下来活了 赶紧扔下锄头出发 甘福尔直飞向圣地阿帕亚多 那名神秘的小女孩立即感应到了他 此时 神官修罗正用长矛攻击乔巴 为他刺中的地方竟然开始燃烧 修罗的坐骑三丈鸟 盘腿也会喷火 乔巴虽然身性灵活 容易躲 梅利昊却被攻击波及燃烧起来 乔巴赶紧变大去扑灭火焰 修罗无语了 心说你的小命就要没了 还在乎什么穿 乔巴强忍着图片疼痛 拔掉了燃烧的主为干 苦苦哀求修罗诸首 修罗纠结起来了 这又不让打又不让烧 难不成让他陪着喝茶 既然这么想活命 为什么要这么弱 修罗一记长枪刺中美丽号 船身立即开始燃烧 攻击的间隙 修罗告诉乔巴 圣地阿帕亚多 有四个区域 有四位神官分别掌管 当试炼者进入某一区域时 其他神官就不能对其出手 唯有活祭品祭坛是自由区域 任何人任何时候都可以出手 但是必须等到参与试炼者死亡时才行 修罗之所以会来攻击乔巴 并非陆飞三人撬辫子了 而是因为索隆等人 擅自用藤万逃出几坛 乔巴恍然大悟 原来是索隆坑了他 亏他还觉得索隆的狠话好帅 这下立即分转黑 眼看敌人的土刀僵致 乔巴奋起反抗 却被修罗打得狼狈不堪 危机时刻 天空骑士忽然出现 和修罗展开了一场刺激的空战 甘福尔一出手 就用冲击被杀了修罗一个措手不及 修罗负伤之后勃然大怒 立即要用绳枝试炼的力量 另一边 莎德利虐打路飞三人上了一 竟然召唤出一长串下一跳云 组合成了摇角腾飞的囚龙 囚龙的身体里 全是钢铁刀刃和火药炸弹 一碰就会爆炸 路飞没听懂莎德利的意思 轮拳就要揍飞囚龙 无所苦赶紧拦住他 说船长勒紧 千万不能动手啊 另一边 那位神秘的小女孩 从圣地阿派亚多偷溜出去 回到了她的部族隐居的地方 小女孩名叫艾莎 这里正是珊迪亚一族的村落 珊迪亚一族 现在以最勇猛的战士韦国为首 他们铭记着大战士卡尔格拉的豪炎 是要点燃珊多拉的灯火 从他们一族的立场看来 甘福尔也好 爱尼路也罢 都是必须消灭的敌人 眼下 甘福尔竟然闯入了圣地阿派亚多 跟神官展开了火壁 实在是珊迪亚一族 千载难逢的好机会